你好 欢迎收看1月19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历经两年多终于完工的花莲县防救灾教育训练中心 选在1月19号这天启用 同时举办为期三天的亲子防灾共学体验活动 包含内政部消防署长萧焕章 县长徐真卫等贵宾都出席启用典礼 而该中心除了设置火灾以及地震抢救训练场所外 也提供民众参访体验 期盼展现花莲的韧性城市 及时防灾应变的能力 花莲县府为建立民众防灾知识 及强化消防人员与民间专业协力组织的防救灾能力 有行政院国发会于2018年核准 投注2亿元经费 加上花东永续发展基金及花莲县府预算 花莲县防救灾教育训练中心 于1月19日119消防节这天办理落成启用典礼 消防署长萧焕章出席典礼 表示将继续与花莲县府合作 新建东部防灾仓储 强化救灾量能 这个建设建设完以后 那我们发现说 北中南东 是不是要有四个特种收救的基地 跟四个特种收救的仓储 后终需要大家都准备去在这里 但是真有状况 我们可能外形可能受到损坏 那我们准备一个边缘仓库 要拜托到现场我们要继续合作 要麻烦我们继续会在这边盖一个东部的仓储 那会把重型收救的仓库器材会建置在这里 所以我们特收队队长今天到这边来 那也期待说在花莲这边 我们的特收益销还有我们共同志工 这边共同努力之下 过来花莲这边很重要 这是我们共同的期待目标 跟我们期待的愿景 那我们期待这个建设完了以后 当然不要用到 但是真的有用到的时候 我们是准备好 那我们的展示馆训练馆都完成了 那接下来在花莲地区 怎么有更多的益销志工 甚至我们替代医疑难这方面训练 我们都在这边进一步的 包围我们守护地方的力量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历史性的一刻 尤其对于东台湾来说 第一个特收基地 以及第一个盲救災的 我们的这个教育管社终于把它落成 我想这一个 第一个来自于0206的试子会 当时107年0206的时候 那时候花莲一个大地震 而当时试子会给予相当大 第一时间的支持 所以让我们防救災的训练馆 有了第一笔资金 也感谢消防署在这几年 对于花莲县的 我们所有的消防的听设 或者是设施设备 都全力全力的支持 而透过发动基金 透过现预算 我们真的是把每一个花莲分队 都把它做好 所以从副分级县长的破话 到现在我们一一的落成 以及在未来的5年10年 再继续对于消防听设的盘点 我想这就是强化东台湾 以及强化花莲县的自救自助的能力 至资2亿多元新建的花莲县防救灾训练中心 临近七星潭48高地 原区面积6.5公顷 未来县内景一销可在地接受专业训练 大幅减少以往远赴南投竹山受训的时间与资源 也提供民众学习灾害防救尝试 消防训练大楼火灾抢救训练场 及灾害教育馆三楼大楼 成为东部最大防救灾训练基地 也期盼全面提升花莲防救灾量能 记者长邦彦林志报道